胖胖湖 快来订阅吧 鲨鱼宝宝 今天邻居阿姨有点忙 你可以帮忙照顾一下宝宝沙吗 当然可以 没问题 嗨 宝宝沙 好可爱的小宝宝啊 今天由我来陪你玩吧 啊 我们来往小车吧 宝宝沙 你是不是感冒了 嗯 有点流鼻涕 该怎么办呢 咦 用贝壳夹子吗 用贝壳夹住宝宝沙的鼻子 鼻涕就不会再流出来了 宝宝沙 我们试一试吧 不好 用贝壳夹住鼻子的话 会无法呼吸 宝宝沙 对不起 小朋友们千万不要模仿 嗯 我们试一下窗口贴 哦 窗口贴不能擦鼻涕 啊哈 对了 应该用柔软的手帕帮宝宝沙擦鼻涕 轻轻的 轻轻的 擦一擦左边 再擦一擦右边 擦好了 嗯 可宝宝沙 怎么看起来精神还是不太好 脸也还是红红的 我该怎么照顾它呢 想不出来 对了 去问问爸爸吧 爸爸 爸爸 怎么了 鲨鱼宝宝 宝宝沙刚才流了鼻涕 脸热热的 红红的 好像是感冒了 嗯 宝宝沙应该是发烧了 先给它量一下体温吧 哎呀 宝宝沙真的发烧了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先帮宝宝沙降温吧 鲨鱼宝宝 应该选择什么呢 嗯 是窗口贴吗 不是哦 窗口贴是受伤的时候 贴在伤口上的 那 是退热贴 没错 敷上退热贴可以退热降温 位置不对哦 你回想一下 你发烧的时候 鲨鱼妈妈把退热贴贴到了哪里 嗯 啊 我知道了 要贴在头上 哇 宝宝沙退伤了 太好了 宝宝沙现在好多了 要好好照顾宝宝沙哦 我去打扫院子去了 好的 爸爸 好的爸爸 宝宝沙 我给你唱首歌吧 鲨鱼抱抱嘟 rue的 patrol 嗯 爆发沙开始咳嗽了 咳嗽时该怎么办呢 我们去找妈妈帮忙吧 妈妈妈妈 宝宝沙刚才发烧了 我和爸爸用退热帖帮他降了温 可是他开始咳嗽了 该怎么办呀 应该是感冒导致的 我们给宝宝沙喝一些治疗咳嗽的药水吧 好 这是医生的处方单 鲨鱼宝宝 你知道我们应该给宝宝沙喝哪一瓶药水吗 让我看一看 我知道了 是橙色药水 鲨鱼宝宝 你可以帮忙把药水倒进药瓶中吗 好 我可以 再把药水摇匀 完成 快去给宝宝沙喝药吧 宝宝沙 吃完药就不咳嗽咯 张大嘴来吃药哦 宝宝沙不想吃药 这可怎么办呢 啊哈 我有一个好主意 用果汁杯 把药水装进彩色的果汁杯中 说不定宝宝沙就愿意喝了呢 宝宝沙 你想不想喝装在果汁杯里面的药水呢 果汁药水来喽 哇 太棒了 宝宝沙终于吃药了 宝宝沙喝了药一定会好起来的 小汽车飞起来喽 咻咻咻 哇 宝宝沙看起来好多了 鲨鱼宝宝 你把宝宝沙照顾得很好 真棒 那当然啦 我可是最棒的超级小保姆哦 哈哈 哈哈 大家喜欢砰砰湖视频吗 最新儿歌都在这里哦 去订阅 砰砰湖